腹骨溝疼痛會在大腿瓦痛 有機會連屁股也會痛 其實是一回什麼事? 今天請來註冊物理治療師陳啟泰 跟我們講解一下這個問題 歡迎你,Raymond 你好 歡迎你,Raymond 我想問腹骨溝是哪個位置? 按字面解,腹骨溝就是腹和鼓 腹就是肚腩、腹部 鼓就是大腿的鼓骨,最長的這條骨 當我們坐在這裡 剛好在大腿和腹部之間有一個溝 這個凹位其實就叫腹骨溝 有些地方還會叫腹骨 大致都是這個範圍 其實原因是為什麼會痛? 有很多原因在醫學上會痛 不過有三大原因 剛好就是跨腦中青 我們一起看看這個隔壁圖 這樣就容易理解了 先說年輕 我說20至30、30至40歲的年齡層 很弱的時候 就是肌腱的拉箱,或者肌腱的痛楚 你看到腹骨溝是這個位置 紅色的就是肌肉和根腱 包括寬屈肌,就是負責提起大腿的肌肉 以及寬內收肌,就是負責夾大腿的肌肉 這些肌肉會在我們一些 很強度高的運動裡面拉傷 例如踢足球 或者我們打籃球、打網球 經常都要一些急速的轉身 急速的撒停或加速的時候 拉傷了肌肉 這個就會產生痛楚 而且痛楚真的會在大腿內側扯下去 因為沿著肌肉扯下去 就是扯下去的意思 第二大類就是中年,大概四、五十歲左右 為之最常見 就是我們看看這一邊 就是我們一個關節裡面的毛病 看到我們這個肌肉撕走之後 會腦出了我們的關節 這個叫寬關節 就是我們大腿的股骨 和盆骨折養的地方 寬關節裡面其實是一個球窩形狀 它夾著一片纖維軟骨 在裡面負責幫我們吸震 這個纖維軟骨叫瘀唇 它也可以撕裂 最容易撕裂的一些動作 就是一些很急速張開大腿的運動 又或者一些經常蹲下的行為 甚至有時候我們受傷 怎樣受傷呢 譬如是落樓梯級、落不正的級 錯過了一級 整隻腳一直踩到地上 那個力氣整個體重 會拉扯 對,就會由腳一直傳遞這個骨骨 直至夾到這個中間的軟骨 將它夾傷 這種痛楚也會有痛楚扯進去的大腿內側 但也會反射到一些 例如是寬關節的外邊和膝關節 第三大類就是都跟這個關節有關 就是這個關節跟人體的 其他的受重關節一樣 因為它是一個 而且是我們身體體重 最多承受在這個關節裡面 所以隨著年齡增長 它慢慢會磨蝕 上面的玻璃軟骨會流失、磨蝕 以及產生關節炎 一到關節炎就可能會痛 長者就會痛 這個年齡層就比較高 55歲過後比較多 60、70歲是更多的 走路也會痛 而且是挺廣闊的痛位置 不僅在前面 真的會放射到屁股位 甚至乎整個大腿痛 這三個是最常見的 我們應該怎樣分解這幾種痛 有什麼特徵呢 就是這樣說的 第一類肌肉的問題 通常是年輕一點 以及跟運動有關 譬如踢足球、籃球 通常患者會告訴你 一些痛楚的事件 痛的動作比較單純 真的用力才會痛 普通生活走路不會 第二大類就是瘀醇的撕裂 剛才說的 所以患者通常會閉起腳 想穿鞋、穿襪會痛 動到關節的位置 對, 可以這麼說 或者是上車的時候 大腿要拉開、夾起來, 會痛 這個痛楚 有時候還會放射到失關節 等等的地方 嚴重者, 因為瘀醇撕裂了 是一個障礙物 所以動動的寬關者會啟啟聲 會聽到有些障礙物在裡面 而第三大類 這個跟年齡有關 所以通常年長的關節炎 它的痛楚 就會影響比較多生活上的東西 先前那兩樣 一般生活的行路等等沒事 但關節炎, 可能走路也很痛 想下樓梯很困難 甚至乎坐下起來, 覺得有障礙 即屁股也會很痛 屁股痛, 而且影響生活層面比較多 坐下起來也會痛 走樓梯也會痛 這類比較遲是關節炎的痛 會否有急性或慢性之分 一般很多男士都要踢球、打籃球 是否男性居多 第一類真的是 因為肌肉拉傷通常跟大力動作有關 所以越年輕越活躍的機會多 而且他告訴你 那次一發力, 譬如足球踢球、斬球時 啪聲 哪一個位置 對, 哪一個位置, 哪一件事 但另一兩種就未必 一般在慢性的過程中逐漸出現 而且女性會比關節炎更多 如果不理會它, 又會有什麼後果 因為它普通目不影響生活 對, 但不影響生活 不理會它慢慢就會影響 第一類, 肌肉拉傷 在數字上顯示 如果不好好令它痊癒, 復發率很高 第二類是寬關節的愚醇撕裂 如果不理會它, 會提早關節退化 第三類關節炎 如果不理會它, 軟骨繼續磨蝕 可能要換膠 換膠 那會否有舒緩或治療痛楚的方法 有一個很重要的 研究顯示, 無論剛才哪一類 原來整個寬關節 以至於整個盆腔的穩定性 對於預防和治療這些疾病很有關係 而這裡的穩定性 就是建基於這個範圍裡的肌肉的強度 所以訓練這些肌肉非常重要 明白了 Ashley和大王仔那邊準備好做運動 麻煩Raman, 你過去教他們 好 第一個動作教我們怎樣做 這叫盆骨的旋扭動作 不過首先要單腳站 好, 站開一點 單腳站的姿勢不太容易 一定要站得對才行 一般人單腳站就站在這裡 例如寬關節或腹骨溝有疼痛的人 單腳站的時候很可能會整個歪掉 或者整個盆骨會吹在一邊 所以最好在家裡能夠對著一個落地鏡 看看自己的鼻子是否對落就是另一隻腳 如果最正宗的單腳站就像我這樣 鼻子對落就是另一隻腳 身體的扭或拉鍊不會歪掉 對, 看你是直的 行了, 假設盆骨可以站得漂亮 雙手擺在前面 然後試試可否兩邊旋轉 不行 其實維持平衡是否很難 對 因為這個平衡力很靠整個盆寬 穩定肌肉去做 最初做的時候, 試試動作慢一點 而且搖擺一點, 幅度很大 試試能不能站得穩 先站得穩才慢慢加快 還有幅度慢慢增加 我們一起試試 先左邊… 沒所謂的 左邊先 大家一起右腳站, 我們就練右邊 好 左右也要搖動 站邊邊就是練邊, 好, 來 如果腹骨吸在這邊有痛的話 通常會先做右邊 然後單腳站 站好位置後, 兩邊移動 我已經放了, 四貨了 腳底底 是否黏住地下 黏住地下 我不斷擺在一旁 塞關子要伸直 塞關子要伸直? 沒錯, 如果真的跌的話 再從頭來過 一直加起來的總時數 要一分鐘以上 這樣才會一早 行嗎?大鵝 一天做多久? 一天四次, 每次一分鐘 慢著玩, 反而比較好 對, 但最初是慢 遲些要快一點 而且幅度要大一點 已經累了 這樣才可以很有效地 訓練整個搖關節 好, 第二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大腿內收肌的訓練 因為這組肌肉很重要 幫我們穩定盆骨 穩定寬關節 剛才的跟這個不同 剛才的有一點不同 它是比較整體的 連外展肌和深層的旋轉肌 一起訓練 這個就會抽離內收肌 正在那裡? 沒錯, 負責夾腳的 來… 要用一隻的 還要用籃球的 對 你可以把籃球 放在兩隻腳之間 大約的位置 待會用的力度 大腿內收肌的法力 是用五龍承力 就不會太大力 夾住它 好, 躺下了, 養鵝 然後我現在用五六成力 夾住它 你可以… 聽不懂嗎? 沒有, 你看不到運動 有一個夾住了, 你看不到 你可以放在近排的地方 因為腳碗的地方 會比較有面積 多一點, 就可以夾得住一點 好 你看看豬豬怎樣 我沒問題 沒錯, 位置適合 你也對 你看看我夠力氣嗎? 我對沒用 一半的力 用五六成的力 對, 夾住 實不實? 對, 沒錯 數五秒, 這裡嗎? 對 扯住, 比內汁比力 裡面扯住 對, 越高越高越高 整個大腿內收肌 可以上到盤骨 數五秒就要放 會嗎? 對, 當然要放 怎麼為之一下 放的 然後再夾動 再夾? 重複三十下才為之一組 三十下? 沒錯 第三個 第三個動作, 我示範給你看 這次不用用籃球 仍然是訓練內收肌 這次是側身分 我們一樣是訓練右腳 然後左腳就要… 像我一樣 放到前面, 騰出這個空間 內收肌就是剛才我們說過的位置 它用力時, 將大腿提起 是曲的嗎? 對, 曲和直都可以 但基本上都是接近直的 哪裡發力? 都是一樣 這一組大腿內側的肌肉發力 我不覺得它有發到什麼力 是否… 足為前五秒 慢慢放下來 過了… 沒錯, 提起 維持五秒 撞目中階嗎? 有, 如果這個動作做得好 可以撐起上半身 這樣做法 甚至乎再升起做 就更加難度